张继柯的正所谓怎么样是有不错 礼尚往来一向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 这波第二局马龙也来了一个发球失误 把这一局开局的领先局面拱手交给了张继柯 而这一交就一直没能追回来 张继柯越打越顺 朦胧的睡眼中张继柯迅速将大比分追平 上部反手以正守卫短球应反斜线 第三局张继柯又拿到了开局的领先 然而这一次马龙不仅快速追平比分 还通过两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发球抢攻 实现了比分上的反超 两人马龙拼正手张继柯反手 个展所长终于在八分齐头并进了 顶住了张继柯的反手近空 马龙拿到了这一局的一个局点 结果被抹平 然后又拿到一个局点 又被抹平 又是这个熟悉的上部 反手的拧拉 熟悉的反斜线 马龙啊 你长点心吧 张继柯已经不止一次在关键时刻这样拿分了 这一拿分就带走了这一局啊 让一追二 张继柯把局势搬了回来